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麥花田 以往在我的频道里面都煮过很多肉类的菜式 有蒸鸡 又有煮烧腩仔 在镜头面前菜式好像很成功 但背后是要经历过起码十次八次失败的实验 因为觉得控制煮食的时间和温度很困难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美国的Amazon买了一样神器 来拯救我这些煮肉时候的烦恼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就记得按这个红色键 还有隔壁的小小钟就不会错过我任何短片了 平时想买块更漂亮的牛扒 都几百块的 有时我们是想煮到它是medium rare的 但你知道我们这些家厨要控制它是否medium rare 你就一听厨师说 就是不知怎样按手这个位置就好了 这个位置是medium rare 其实怎样按呢? 基本上对我来说个位置差不多 medium rare和medium可能只欠几度的华士 其实对我们来说 那个precision 就是那个准确度是很重要的 买块贵的牛扒回来 煮过浓就太坏了 不好吃 煮不够时间又太生 不要说是不是medium rare 吃不吃都成问题 买块贵的牛扒回来 自己控制不了时间和温度的话 浪费了食材 如果你有看我的频道 应该知道我已经有一些温度计 让大家看看 那为什么我还要买这些温度计 除了花田是一个购物狂之外 其实这些温度计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在Amazon美国买 因为买够390多港元 那些东西是free shipping 所以我会常常在Amazon买东西 例如这个红外线这个 主要是差一些东西的表面的温度 例如我要试一只锅的锅面 兴得它够热味 就会用这个红外线的温度计 煎炸东西的时候 想试一下油的表面够不够一定的温度 都可以用这种红外线的温度计 这种就是一种插针式 即是原始点的温度计 例如我们煎炸东西的时候 这种针插进油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油里面的温度是多少 另一种做法就是去试一下东西熟不熟 例如你煮完一只鸡或者煮完一块牛扒出来 你就在它休息完之后 静止了几分钟之后 将这枝针插进肉里面 试一下它的内在温度 即是内在的温度 是不是已经去到一个安全的食用温度 我们就知道那块肉煎得够熟了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用具都还要买温度计呢?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这一样的温度计 红外线的只可以测到一些表面的温度 例如我要知道一只鸡里面 鸡胸的部分熟不熟 或者鸡腿的部分熟不熟 已经不应该用这些红外线的温度计 因为它是试不到内在温度是多少 但是有这些插针式的温度计的话 不就不用再买温度计 如果你煮一只鸡 或者外国人煮火鸡 更加大只更加厚肉 煮完之后 等它rest了一段时间 先将温度计这些针插进去最厚肉的部分 去试内在的温度多少度 但留意 这个动作是在你煮完所有东西之后 然后再rest了肉 你才可以插针去试温度 即是说如果你试到内在温度 不是一个安全的食用温度 它是未煮熟的话 做完所有东西了 煮完东西了 你才知道的 如是者煮完一次不熟 然后又煮多一次 通常表面都会过熟 甚至有凹凹的 但里面可能只是刚刚好 刚刚煮熟 所以整个食材煮完出来 其实不是最好的状态 不是最好的味道 如果你是undercooked 其实已经是一个blessing 已经是幸运了 你是可以进厨房里面再煮过 都还有得够 但如果你煮的肉 发觉它是overcooked 煮过浓的话 其实已经太迟了 没得够了 特别是鸡胸这些肉 煮过浓 是真的柴得很紧要的 你是不想吃 如果刚好你买一块很漂亮的牛扒 你明明是想煮medium rare 外面有脆 里面有juicy 怎样煮完出来 过浓了 牛扒就完全浪费了 你买多贵都是徒然的 为了不想再面对这些厨房的烦恼 我就去amazon那里 我买了一种这样的温度计 主要是用来测量肉类的温度 自从有这个赞助商 赞助之后 什么都觉得我是买广告的 我不管了 这个我是自己自费买的 不是赞助广告 所以你们买不买 只是你们大家的选择 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了这个温度计 给大家看看这一枝温度计的样子 这一枝单支买是贵少少的 要120美元 花田当然会计算 买了 两枝 两枝是199美元 买两枝的确是便宜些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稍后我会试试给大家看 为什么我要两枝 这个叫Meta Plus 已经是更新的版本 要配合我们的手机APP使用 现在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说明书 这个不是一个木包装 它是一个充电的位置 如果你反转它 一买回来 因为是新的 所以要先拔掉这一块 先拔掉 拔掉之后 它就有电了 我反转了 sorry 我辞错了 是这样 磁石位就会吸收 它就不会脱出 如果我刚才这样 它就会动 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磁石位就向入面 这两枝磁石 是特意弄在冰箱里 等自己厨房用 就更方便 现在有电了 所以我们一按这个键 它是绿灯的 即是说这个温度计 已经有电了 根据公司所说 这个充电 换了一粒不心电 就够我们足足使用一年 现在我们拿个Meter Plus 看看 这枝现在写着 attention always insert into meat pastas line to avoid damage 其实这个箭咀 所谓的line 是什么意思呢 这枝温度计 好像一枝笔 其实它是两边 是在做不同的东西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温度计 这一边主要是量的肉 肉中的温度 最高的温度是摄氏100度 这一边是测环境的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最高的温度是摄氏200多度 刚才有这样的东西 我拆了出来 这里有一条线 它的箭咀指着这条线 插温度计入肉 要插过这条线 否则前面的温度计 就很容易过热 就会损坏了温度计 等我用一块鸡胸示范给大家看 将温度计插入鸡胸最厚肉的部分 重要的东西讲N那么多次 记得插入温度计的时候 要过了那条线 插入了之后 黑色的部分就会露出来 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就可以把鸡胸放入烤炉 入炉之后就可以打开手机app meter 按一按中间set up cook 然后选择poultry 加琴 然后选择鸡 我们煮鸡胸按breast 要安全食用 所以鸡要全熟 我就选了well done 不特别调教的话 我们的目标内在温度 就是摄氏75度 初次使用的app 会有简单的片段 提示你怎么使用 温度计 有app继续开 它会开始估计 究竟要多久 去煮这块鸡胸 到它发出响声的时候 它就估计了 这块鸡胸要21分钟才煮完 app会在完成烤炉前的5分钟 再响一响提提你 而这个响声就告诉你 可以把鸡胸从焗炉拿出来 接着app就会自动倒数 鸡胸要rest的时间 直至听到这个这么容易的声音 和看到绿色的ready字 就可以把温度计小心拿出来 然后就开始切鸡胸了 是时候看看我的厨具投资有没有价值了 哇 真是熟悉和很汁 哎呀 不好意思 手软 哎呀 不好意思 yes 近镜看一点都不塗 外国就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叫Chef Maker 其实已经得到很多KOL的支持 这个Chef Maker在众筹平台 Kickstarter一开售就已经立即达标 即将会推出市场 这个Chef Maker集合了一个 好像metaplus的温度计 再加上气炸锅 令肉类可以煮到外脆内软 这个新发明可以精准地控制不同温度 将肉类煮到最完美状态之后 再将食材的表面煮至香脆也可以 那看看气炸锅和metaplus 是否真的这么好的配搭 做什么肉都这么好吃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在拍摄前的24小时 就开始预备这件五花蓝 让我将metaplus温度计 插入这件五花蓝里面 想看我怎么做脆皮烧铝仔 看回第140集 五花蓝已经放入气炸锅 你见到温度当然是黑色的部分 都要凸出来 推入炉后 先调一下温度 我要摄氏160度 乱调它45分钟 怎会真的要45分钟这么久呢? 待会app就会估计究竟要煮多久了 进了炉后 app说要煮22分钟 这么快 app说可以拿一件五花蓝出来 为了让表面再脆一点 我会拉它出来 降温一会 然后再调到200度 气炸几分钟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很脆皮 如果盐表面焦的话 可以刮走它 切给大家看一下 先试一下 这个温度计加气炸锅的方法 真是做到五花蓝外脆内缘 哇 还爆汁juice 太好了 成功了 除了像我这样很喜欢煮食 有时煮大肉 真的不想整天都浪费食材 还有什么人会买这些温度计呢? 比如对健康的人士 他们吸取的蛋白质 主要是肉类的话 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不是厨艺 他们没有时间去研究厨艺 或者浪费很多时间在厨房里 如果他们要常常煮肉的话 我会觉得他们用一个这样的温度计 令到他们煮肉有精准的温度 和知道那个时间 什么时候煮熟了 这一样就可以令到他们 比如说吃鸡胸 煮过笼的话 其实很柴 可以用这些辅助工具 令到煮出来的那块鸡胸 都可以是很juicy 很好吃 我自己觉得中厨 可能都未必很需要一个温度计 其实我们很少说 将一块很厚的肉 要煮熟 我们煮的那些菜 不是就切片 切粒 然后炒熟 很多时候都是要求 那些肉类是全熟 比如牛肉 我们会煮到它炒熟了 但如果煮到粗糙糙 煮到过了火 我们很少要一个很精准的温度 煮中菜 平时在家里需要不需要用呢 就很视乎你煮的菜式是什么 煮西餐 通常都会要求一个精准一点的温度 像牛扒 不同的温度 其实是有不同的口感 有不同的juiceness 多汁的程度 但是精准一点的温度 如果你是专业的厨师 天天煎几百块牛扒的话 你真的可以按一下手 看看时间 你就很容易可以知道那些肉有多熟 对我们home cook的家厨来说 煮一块很漂亮的牛扒 要决定它究竟是medium 还是medium rare 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难 精准的温度 就是要靠一些东西去辅助我们 这种温度计 Meter plus 比较适合煮西餐一些 比较大、厚一点的肉 过去十年以来 一个很大很大的迷段 那究竟这个迷团是什么呢? 记得like、comment 和share这个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